大家好 共产党的军方的事情 任何的动静都是值得我们围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图景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讲说北京这两天传出来的消息 说习近平最信任的部队啊 显然不是火箭军 火箭军已经被搞死了 是不是 也不是过去我们所说的四川部队 所谓的西部战区也不行 习近平最信任的部队是东部战区 所以我们看到东部战区的总司令何卫东一步登天 从一个东部战区的司令一步就调到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副国际领导人 牛逼哄哄的啊 西包子这个人做事情还是可以的 大胆的事大胆的谎 他才是习近平的传人 才是邓小平的传人 但是呢也就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东部战区出了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据说引起了同军方高层的严重的注意 现在整个东部战区都在去查 在严肃的整风什么事呢 是一个很低级别的一个军官 这个用他的那个很不成气候的那个字写了一封公开信 完了以后呢 现在在这个很多军人里面在传 在这个网上也在传 起到的破坏性的作用很大 这个东西他的看点在哪里呢 他就是在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是习近平的敌系部队啊 火箭军刚刚跟习近平大撕大撕那个啥是不是 现在完了以后 东部战区又出现这样的军心不稳 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啊 这是大事情啊 关键是习近平早就听到这个何卫东的话啊 说习主席放心 东部战区永远保卫习主席啊 东部战区一定会实现祖国的统一 习近平要收拾台湾啊 习近平要坐稳他的农业 靠的就是东部战区 我们先看看这个解放军的一个中校啊 一个中校写的公开信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什么是中校啊 中校的话你 他的军衔你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啊 但是你说他的军职你就知道了 大概就相当于营长 那什么叫营长啊 我们以前看过那些个战争片的啊 营长就是冲锋线阵的 营长就是腰里腰上面系着一把砍刀 是不是拿着腰里还插一把枪 然后手上端着一个冲锋枪往前冲的人 营长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指挥的义务的 营长就是出生如死的 就是提着脑袋上战场的 冲到最前线的对吧 所以中校这样的级别的人呢 他们的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直接影响土工的战斗力 废话不多说 我们看看这篇所谓的这个中校发布的一个公开信啊 给大家念吧念吧 我是一名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士官 与你们一样身为孩子身为父亲身为兄弟 我与家人拥有同样的血脉和情感 近期我们面临一些复杂的局势 我们可能面临对台湾的战争威胁 但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都是普通人 不愿意为那些在官里吃香喝奶的上级领导去冒险 去卖命 我们选择加入解放军是为了卫国捍卫和平 但是我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家人担惊受怕 更不愿意让我们的同胞亲人陷入战乱之中 我们的职责是保家卫国 而非攻击和伤害无辜的生命 我希望无论将来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都能保持理智和冷静 我们是守护家园的勇士 而不是为了个别政治利益而战的棋子 让我们共同呼吁上级领导 让和平的声音传达到每一个角落 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所珍爱的一切 让我们的子女父母妻子和家人都能安享和平与幸福 这个营长这个级别的人是没什么文化的 字写也不好看 而且有一些个避孕剧 这是中国军方的一些军人的基本的情况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体制内的群体是没文化的 一个是军人 第二个是警察 我以前有一个女友 她曾经跟警察交流过 我还问她 我说警察不是挺威风的吗 警察你出去玩的话 警察就保护你 她说你是不知道 警察就是一群文盲 就是一群土包子 是不是极其的粗鄙 没文化 难受死了 所以后来我接触那些警察 警察真的是没文化的 这个没办法的事情 她在那个环境里面 他们从来不读书的 军人也是一样 但是这篇公开信写的还是挺有感情的 大概其的意思其实就是三点半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一打仗 卖命的是我们 是不是 然后我们一上战场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孩子 那叫单惊受怕 我们这些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些人 在军队里面可能就是一炮灰 但是在家里那是顶梁柱啊 很多这些解放军的战士啊 他都是独生子啊 那如果是 这个独生子一死 整个家就垮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意思 我觉得讲的挺好啊 第二个意思又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是保卫和平的啊 我们不是这个叫做什么不打自己人 意思就是说我们东部战区要什么解放台湾不台湾的台湾是是一次又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这个意思 这个话是习近平自己说的啊 习近平自己说的 所以习近平要想打台湾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你且不说你打得赢打不赢啊 你要真是让那么多的军人真的是对台湾你就是动粗就打仗的话 很难很难有一个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动员 虽然说军令如山倒 虽然说他可以制造一个别的由头 但是还是很难 以用台湾人的话讲就是 毕竟两岸都是同文啊同宗同种是不是 这句话其实我不愿意说啊 但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的 我们得承认这个事实 所以习近平想搞这个事情很难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那就说白了嘛 就是不要为了个别政治个别人的政治利益啊 而去打仗 不要成为他们的棋子 这话说的很明白嘛 谁愿意打仗呢 就是习近平呗 习近平想建功立业呗 想打仗呗 所以这篇这个公开信出来以后啊 我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呢 说是中央的高层 军委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到底是不是网络谣言 如果是网络谣言的话 一定要查谁搞的 是不是 那绝对是死罪呀 如果是不是军人写的 只是有些个耗石之徒 网上故意搞出这个东西 他还贴了他的这个军人证是吧 什么什么号码 什么时候连结 清清楚楚的 好吧 完了以后呢 如果是军人搞的 那问题更大 如果不是军人搞的 只是网上的有些网民 制造事端 寻行自事 那是一个刑事案件 查 那军事法庭可以介入 如果是军人真的是他们自己亲手写的 那说明中共军心肯定不稳 现在目前北京的兄弟们说很有可能就是军队的人有意识的制造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现在的共产党的军队啊 他不愿意打仗 理论上讲你说如果说火箭军他都不愿意打仗的话 那东部战区更不愿意打仗 为什么呢 因为火箭军他是火箭嘛 是不是高射炮嘛 导弹嘛 这些东西都跟得脑远了 你不用军人亲自吃窝上阵 不用去直接在战场上去送死 但是东部战区如果一打仗的话 那是直接填海的 直接送死的 他们说美国有一个战略方案啊 就是因为台湾海峡还是很宽的嘛 最宽的最窄的地方也有一两百国海里嘛 说让二十万甚至五十万土工的军队 你总得坐船过来不 坐到中间的时候是不是 然后就一举歼灭之 让所有的军人都葬身大海里 根本就不可能读过台湾海峡 我们之前有说过 德国当时何等了得的军力啊 比共产党今天的军力强的不要太多啊 是不是 完了以后 他们都不敢渡过这个阴际的海峡 你土工的那点破东西 破铜蓝铁 你想渡过这个台湾海峡 直接让你所有的人葬身大海 绝对毫无疑问的啊 那是现在就只有火箭军打 火箭军打 说实话 首先第一火箭军他不愿意打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你放人家一颗导弹 人家放你两颗导弹 日本也放你 美国也放你 台湾也放你 台湾的导弹牛逼轰轰的 绝对的 所以呢 你如果是一个军人 你如果是一个低级别的 一个中小级别的这么一个军人 你知道这个仗一打 我他妈的就是去送死的 我就是炮灰 我就是棋子 你愿意打吧 你不愿意打 他们说这个事很有可能 真的是下面的基层的军心不稳 不愿意打仗 很多人都有反战的情绪 还有人说这个事有可能就是 现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维东 早之前的东部战区的总司令何维东 故意搞的这么一个东西 间接的暗示或者是这个警告细胞子 不要亲与忘东 我们都不想打仗 共产党的军队他都不想打仗 他从来没有打过仗 他打什么仗啊 一打肯定死 你说你东部战区如果一打仗 你何维东上不上前线吧 你至少要跑到福建去吧 你不可能在北京指挥吧 到福建前线的话 他妈的一个导弹把你闷死了 把你的小三你的私生子全给你闷死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儿非常大 所以据说现在习近平也知道这个事儿了 开始怀疑这个军委副主席何维东 是不是压孙子在跟我玩猫腻 不想打仗 故意制造这个军心不稳 我还没开始打呢 你就看我开始跟我玩什么 玩阴的 你看我弄死你 所以啊 习近平身边的人 无论是王小红还是这个何维东 还是秦刚 都是三级跳啊 这几个三级跳的人 看上去还有那个陈文心 虽然崩的最高 但是很有可能最后是摔的最惨 绝对是这样 历史的经验就是这样 你说是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